之前是那个正月正月十六啊 因为昨天是元宵节 但昨天没有看到那个什么 就在那大姐吃个腿啊 好多的我感觉应该是回来打工的吧 过完事务 嗯基本传统上来说过完事务就年过完了嘛 是吧开始那个 正儿把你要工作收心工作了 今天那个应该是我印象中是 嗯今年广州最大的一场雾吧 前段时间哎昨天前天那个 这个湖南那边是吧 也是由于这个这个雾啊 像高速上的雾引起了交通事故啊 所以开车还是要小心吧 然后要是那个外出 外出外出的话 哦大包小包呢 嗯大包小包他家代口是吧 嗯这事也是不容易啊 都是为了生计 哎我觉得这个 今天的这个人流量好像比那个 呃15之前要要多了 哎这段时间 哦可能也是高校开学的时候吧 大大学开学了吗高校 不太知道啊 现在好多人啊 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个没有什么行李箱是吧 基本上拿一个大的那种编织袋 那现在来说 嗯基本大家都会拿一个背包了啊 或者行李箱 所以这二十多年来这个行李箱这个行业 香包行业也是发展特别快啊 哦你看那边也是提个桶啊 哎提个桶确实很方便是吧 可以装些东西 然后经常打工的时候呀 可以那个洗衣服啦什么啦 所以我们说这个 只有实践过才知道 什么更好啊什么不好 哎这种拉杆枪 这种这种硬质的啊 只容易容易一摔就开是吧 一摔就开了 不是太好 这还有那个坐车的 我一直不太明白 他们就是现在坐车是去哪 是倒车呢 还是转车是吧 我们说转车还是干什么 没搞太明白 我的理解这个时候应该都是来广州嘛 为什么还广州从广州出去啊 是吧 不太了解啊 下雨啊 但是现在其实还早啊 7点7点7点多啊 7点多 但是我觉得已经恢复了 晚日的那个 广州的那样的一个一个景象了吧 尤其今年啊 应该可以说这个疫情是高一段落啊 我们说高一段落 所以你看这个 车流量了 人流量了 应该说是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吧 非常快啊 3点4天 我们说一晃就过去了 真是 走转心仪啊 因为昨天在广州是看不到这个月亮啊 但是 你看大雾 广州有这样大雾的天气 我印象中也不多 也不是那么想象那么多 特别大的雾啊 所以今天那个 有高速的朋友啊 一定要小心啊 也不是小心都上不了高速的吧 那没办法 不要着急啊 赶一等吧 安全第一 还是